当前阿富汗发生的事情 清楚地告诉人们 什么是美国所讲的规则 什么是美国所谓的秩序 美国可以肆意对一个主权国家 进行军事干涉 而不必为这个国家的人民 所遭受的苦难负责 美国可以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而不必征求国际社会 哪怕是其盟国的意见 为了维护美国第一 美国可以任意地抹黑 打压 胁迫 霸凌其他国家 而不必付出任何的代价 这就是美国想要的秩序 美方总试图拿规则秩序 为自己的自私自利 和霸凌霸道行径辩论 但是现在又有几个人会相信的 都不必须地受造成的 会计划秩序 不管不知